Hello大家好,我是一瑞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一家台湾的芯片公司 HIMAX Technology,奇景光电 在视频下面的讨论区里 大家对这家公司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那我们这一期就来深入聊聊这家公司 废话少说,我们下面进入主题 奇景光电,股票代码HIMX 上期视频里我们已经对这家公司的背景 做了一些简单的交代 知道这是一家专注于影像显示技术的芯片设计公司 总部在台南 也知道这是一家无晶圆厂的半导体公司 行话就叫Fabless 也就是说它只提供芯片设计 而芯片生产要靠外部代工 顺便插一句 这其实是现在大部分芯片公司的运营模式 比如AMD和它要收购的赛琳斯 以及NVIDIA 也包括苹果和亚马逊自己开发的芯片 他们都只负责芯片的设计 而把生产交给台积电三星这样的晶圆代工厂来完成 目前这也是芯片生态的主流模式 而非主流模式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 自娱自乐自己自足 这么做的目前只有英特尔一家 而效果从市场对这几家公司的估值上也能看出来 未来这个设计和生产分离的模式应该会成为行业趋势 其实现在英特尔也开始把它的一部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了台积电 更是给这种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芯片模式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好我们还是回来说奇景光电 奇景光电诞生于21世纪初 但是它的历史可以向前追溯到台湾企业家许文龙 在1960年创办的奇美实业 这是一家化工材料公司 它是全球主要的塑胶和橡胶材料供应商 1997年奇美实业决定投入高科技产业 98年2月奇美电子正式成立 专门生产彩色绿光片 8月奇景光电正式成立 这个名字里的晶是晶体管的晶 它专门生产薄膜电晶体 两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 这两家公司奇美电子和奇景光电正式合并 保留奇美电子的名称 主要生产液晶面板 2001年的6月 奇美实业又投资了一家新公司 专门设计面板驱动芯片 这家新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奇景光电 2006年 奇景光电开始在纳斯达克上市 当前的市值接近12亿美元 现在公司的产品线分成两大部分 驱动器芯片和非驱动器产品 奇景的主打产品是显示器 驱动芯片和时序控制器 Timing Controllers 在这两个领域 奇景是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广泛应用于电视 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 数码相机 车载导航 虚拟现实 也就是VR设备等等 这么说吧 基本上大大小小所有液晶屏和面板 都需要用到他们的产品 除此之外呢 奇景光电也提供多种和成像 以及图像处理相关的芯片解决方案 包括增强现实 也就是AR设备 3D传感和图像处理 机器视觉 内嵌式触摸屏控制器 以及数码相机里的CMOS图像传感器 和用于汽车里的抬头显示HUD等等 HUD的意思就是Heads Up Display 总之奇景生产的主要还是面对大众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虽然它做的不是CPU、GPU、FPGA和ASIC 这样的主流芯片产品 但是它在自己的细分市场 显示器驱动芯片和时序控制器领域 它的竞争力非常强 奇景光电拥有超过3000项的技术专利 在全球影像显示处理技术领域 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关于奇景光电的背景部分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再往下说 就是我也不懂的专业术语了 隔行如隔山 我们知道液晶屏的大致工作原理 比方说TFT LCD 它代表的是非晶硅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你可以把它当成两片玻璃基板中间加的一层液晶 当电流通过的时候产生电场变化 造成液晶分子偏转 从而改变穿过它的光线的明暗状态 由此在面板上形成了影像画面 其实这就是我们用的笔记本电脑和液晶电视这些高相质显示终端的主导技术 当然这个只是比较粗浅的理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也在迭代进步中 从长期趋势来看 液晶屏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大 功能也一定会越来越强 从最早期的只能用来当显示屏还是单色的 到后来的彩色高清大屏幕 再到触摸屏 再到智能感应增强现实 人们用屏幕来满足的不再只限于眼球 而显示控制芯片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不可缺少 而且虽然奇景不做CPU GPU这些主流芯片产品 但是最近市场上这些热门产品 像5G智能手机电动汽车 可穿戴设备包括智能手表 智能眼镜之类的 还有各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产品 离开了显示控制芯片 没有哪一家能玩得赚 从长期趋势来看 奇景光电所处的是一个有长远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上一期视频里我们提到了奇景光电 最近一个季度的财报 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的提升 推动了近期股价的飙升 股价从一个多月前的3.5美元 上涨到前几天的接近5美元 这是接近百分之百的账幅 那究竟三季度财报里有哪些利好呢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公司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46% 而且对四季度的营收预期 是比三季度再上涨10% 对比过去五年上下波动的营收 今明两年将会有非常大的改善 特别是2021年的营收预期 是接近10亿美元 而公司目前的市值只有11点几亿美元 这对应的是只有1.16的市销率 当然这个是用明年的营收来计算的 但就算用今年的营收预期来计算 它的市销率也只有1.3 这个和我们上期列出来的那几家芯片巨头相比 真的是低的离谱 另一方面 从市盈率上来看 雅虎Finance给出的市盈率是82左右 但是这个是回头看历史的数据 如果看看公司的未来指引 四季度的每股净利润 从原来预计的三分前大幅上调到15美分 而未来几个财报季度也会比上一年同期大幅增长 预计明年每股盈利是33美分 这样算出来的forward PE 未来的市盈率是19.91 而这个指标在行业中的中位数是34 相比之下 七景光电的估值肯定是偏低了 而且参考七景过去5年的财报记录 发生不及预期的情况只有两次 占比10% 也就是说这个33美分的每股利润 大概率还是被低估了 未来一年的总盈利情况很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的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毛利润率的预期也大幅调高 从三季度的22.3% 一下子调到了29% 要知道公司在过去十几年的毛利润率 也就一直在20%到25%之间波动 29%的毛利润率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而且我听了七景的财报会议 公司大概率会保持这个毛利润率到2021年的上半年 而且很有可能超过 具体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点是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 十几年前七景刚上市的时候 主打产品是大屏幕显示器的芯片 也就是图中蓝色的部分 2007年这部分的销量占总体的82% 是绝对的主打产品 这个主要是对应的大屏幕电视的需求 而过去十年这个情况在逐渐改变 七景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为中小尺寸的显示器提供芯片 今年前九个月 大屏幕显示器的芯片已经缩小到了30%以下 其实绝对数量的缩小并没有那么大 主要还是中小尺寸屏幕的需求大幅上升了 这部分主要对应的就是手机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需求 今年的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数字化的进程 远程学习和在家办公也大大提高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市场需求 而这部分产品的毛利润率是要比大屏幕电视高的 而七景作为这些产品显示器驱动芯片的提供商 当然也会从中受益 第二点还是和产品结构升级有关 这里我又要现学现卖了 介绍一种技术 TDDI Touch and Display Driver Integration 触控显示驱动一体化技术 目前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它的触控和显示功能是由两块芯片独立控制的 而TDDI的最大特点 就是把触控芯片和显示芯片整合进一块单一的芯片里 这种调整带来了系统架构的改进 而这些改进也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首先整合两块芯片 提升了整体感应的灵敏度 改善了触控性能 其次这种把触控传感器集成到显示器中的设计 可以让面板整体变薄 迎合了手机设计的趋势 第三触控屏层数的减少 可以进一步提升面板的透光率 让显示器可以变得更亮 或者保持同样亮度的情况下 可以让电池的寿命更长 第四这种设计减少了组件数量和生产步骤 就等于提高了产量 同时降低了成本 TDDI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技术 但是发展的非常快 从2015年全球只有200万片的需求 到2020年8亿多片的需求 当然这张图上显示的2020年的增长 显然是过快了 2021和2022年将要回到之前正常增长的曲线上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增长是非常可观的 关于TDDI技术 我们费的口舌会多一点 因为对奇景来说 2020年包括2021年 最大的利润增长 就是源于这个TDDI产品 因为它会带来更高的ASP 也就是平均销售价格 以及更高的毛利润率 这里是公司在财报里给出的一些说明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最后两条 这条是说公司从2019年年底 开始对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 进行TDDI的大规模发货 整个2020年这部分增长强劲 市场份额往从5%上升到15% 没有提到2021年 但我认为没有理由这个市场份额的大幅增长趋势 会马上改变 对2021年的市场占比我更为乐观 下面这条是说 在汽车显示屏TDDI领域 汽景光电是占统治地位的制造商 尽管2020年车载显示屏TDDI的发货量不大 但是进入2021年 这部分的发货量会大幅增加 这里没有给出具体原因 但是在电话会议里 CEO提到说 主要是因为汽车制造商 进行设计改动的周期更长 但是一旦设计定了 需求的周期也更长 而且相对手机和平板电脑来说 车载显示器TDDI的毛利润率要高出更多 另外我这里也要插个八卦 上期视频介绍这家公司的时候 这位安妮网友提到了 苹果有可能采用汽景的产品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汽景目前还是主要为 安卓操作系统的产品供货 它的芯片也主要是为 安卓系统设计的 但是如果苹果真的要采用 汽景产品的话 一种可能就是这个TDDI产品 还有一种可能是和AR增相现实技术有关 可以用在苹果手机 或者正在开发的苹果眼镜上 不过现在这些都是猜测 不要当真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就是bonus 会进一步推动股价上升 因为这会让奇景增加 它对iOS操作系统的敞口 扩大市场份额 是重大利好 不过这个可能性又没那么大 原因我们等一会会提到 我们刚才说的两点 大屏幕变小屏幕和TDDI 第三点是和整个芯片行业的产能有关 刚才我提到了 今年的疫情导致了全球数字化的进程加快 由此带来了全球对芯片需求的大爆发 进而造成了芯片代工行业的产能严重不足 可以说现在整个芯片行业都缺货 到处都是下游客户排队等货的情况 而且这个现状短期内缓解的可能性很低 未来一年都会是这么个供不应求的局面 这本来是个不利因素 但是奇景早在上个季度就开始寻求解决方案 积极布局 目前已经和多个晶圆代工厂锁定了产能 已经为明年预定了高于今年全部出货量的产能 而且还在继续寻找新的代工解决方案 来扩大自己的产能 所以奇景光电可以不用担心明年无货可卖 明年的出货量应该会高于今年 而且因为芯片产业整体价格上升 这也会成为第三股推高公司毛利润率的力量 我们的财报里看到的毛利润率的大幅上涨 这里面有公司内部战略决策的原因 也有外部大环境的影响 总之这些因素是让奇景受益的 适应率从80几一下子跳到不到20 这个巨大的改变当然会带来市场的狂热 马上就给出了100%的上涨回应 而且我认为这个价格依然没有完全反映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因素带来的利好 所以上面应该还会有空间 具体是在涨50%还是在涨100% 那就不是能靠分析能给出答案的了 目前我在这家公司的投入还只是初步建仓 逢低会酌青加仓 不过不会放很重的仓位 主要还是因为我对这个细分市场 我不是那么有把握 看起来这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 今年是特殊情况 中小尺寸显示屏的需求强劲 但过几年是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 回头来看看奇景的历史股价 也曾经在2013年爆发过 那个时候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是谷歌准备和奇景合作 开发生产谷歌眼镜 而且为了表示诚意 谷歌还入主奇景买了6.3%的股份 有了谷歌的背书 奇景的股票还是大涨了一波 不过后来呢 这次合作并不是那么成功 谷歌眼镜也没有在市场上打响 奇景的股价最终又落回到2013年之前的水平 而且我们刚才说 苹果和奇景的合作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谷歌在里面有股份 苹果大概率应该不会再来掺和 总之我对这家公司的中短期前景有信心 而长期前景呢 只能说现在我看不清 另外一个我不会重仓的原因就是分红 我是会比较看重分红带来的被动收入 而奇景光店不派发分红 确切的说是曾经有过分红 但是在2018年之后就停掉了 而且2011年之后也没再有过股票回购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提到分红 是比较早期的节目了 我认为分红本身并没有直接增加公司的价值 它只是把股东的权益左手倒到右手了 但是公司通过分红透露出来的信息是 我们是一家靠谱的公司 所以分红的持续性很重要 要么你就一直不分红 像亚马逊脸书谷歌那样 要么你一旦开始分红就要持续做下去 这种停止分红的行为 对外透露出来的是很负面的信息 有点自费武功的感觉 所以这家公司我虽然目前看好 但是不准备大资金投入 我只会清仓操作 握个半年到一年应该风险不大 再往后就看不清了 如果有机会超过前期历史高点 我会考虑减仓 不过这个也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给你的投资建议 操作之前请你做好自己的功课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马上就到年底了 下一期我有个想法 就是把今年做过的节目里 所有的公司都简单回顾一下 做一个简要的复盘 幸好我不是那么高产的创作者 全年也只做了四十几期节目 提到的公司也不超过一百家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意见 如果想看这么一期节目的话 请在留言里回忆 或者告诉我你的想法 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 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讨论 再次感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